嗨 朋友们 今天我要放大招了 咱们来聊一个经济当中 我觉得最复杂 也是最有意思的这么一个市场 就是外汇 你说日元怎么一直贬值 有人可以操纵外汇市场吗 土耳其里拉为什么崩了 美元和人民币又将何去何从 我其实就一直想聊外汇 但确实就不太敢碰它 我跟你说 它可比之前咱们讲的什么 利率啊通货膨胀啊 都要更复杂更麻烦 但既然小林这次已经下定决心 开了这个口 我就尽量把这个复杂的东西 给它聊好聊明白 咱们尽量兼顾到这个理论知识 趣味性实力 还有奶茶店 所以你觉得精不精彩 我不好说 但这个含金量 我觉得是没话说 你要是万一实在不想看 咱好歹收藏一下点赞再走 外汇市场 一般简称叫做forex 甚至还可以再简化 就叫fx 它有多重要 你就看看交易量 比如说大A股 表现风光的时候 单日成交量 可以突破万亿元 大概相当于1400亿美元 这就已经是一个 非常巨大的市场 全球量交易最高的 股票交易所 和马斯达克纽交所 加起来的单日成交量 会超过3000亿美元 而这个外汇市场 你知道单日成交量有多少吗 7.5万亿美元 大概就相当于 美股和A股 加起来的15倍 所以它毫无疑问 是全球所有金融产品当中 交易量最大的市场 咱就从简单的开始 咱先说说 这个汇率的一个基础理解 你看每个国家内部 大部分可以交易的产品 比如说股票 52块钱一股 你去超市买个西瓜 10块钱一个 这些都是用本国的货币来计价的 货币在这国家里边 它就相当于是个标尺 是个一般等价物 那外汇市场呢 它就是不同标尺之间的一个交换 每两个货币之间 都有一个自己交易的比例 比如说一欧元 可以换多少美元 一美元可以换多少日元 其实就跟最原始的那种 雾物交换差不多 一个羊腿能换多少大米啊等等 它都是这种一对一对的 所以我跟你说啊 就这个外汇的交易员 它在交流的时候 必须得说的特别清楚 你比如说日元涨了 你到底说的是日元对美元涨了 还是美元对日元涨 对吧 这是完全相反的 一般行业标准呢 每个货币都会用三个字母来代表 就是最常见的 美元USD 欧元就是EUR 英镑GBP 日元JPY 人民币在这里头比较特殊哈 它不是RMB 还有一个在岸人民币CNY 还有一个离岸人民币CNH 具体什么区别 我们暂且按下不表 比如说EUR比上USD是1.07 那就是1欧元比上1美元是1.07 就是1欧元等1.07美元 咱再举个最简单的外汇交易的例子 你比如说你买1万$在160的价格 那你相当于干什么了呢 相当于你买入了1万美元 同时又卖出了160万日元 你要是没有这160万日元呢 一般就是在中间的这个投行 或者券商会借给你 从这之后呢 相当于你一直能拿到美元的利息 然后一直要支付借日元的利息 如果美元涨了0.01 专业数语就要涨了一个PIP 一个点儿 这时候你要卖出的话 你就可以换回来160.01万日元 你就净赚了100日元 这个就是一个外汇交易的基本逻辑 举这个例子呢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深刻的体会到 外汇交易它是两个货币之间的交换 当然这就是个一维空间来理解汇率 一会儿呢 我们会再上升到一个二维空间 咱开始深入了 你知道外汇 它非常麻烦非常复杂的这个点在哪 就是它的参与者 太多太杂 它不好分析 你想啊 它宏观上联动着各国家的经济 微观层面呢 又联动着各个类型的市场玩家 你出国旅游要换外汇 对吧 央行调控经济 它也要调节外汇 恒大借外债 它要交易外汇 索罗斯的金融进攻 也是瞄准了外汇 所以你看 它几乎连通到了经济的每一个角落 覆盖到了市场的任何一种参与者 所以咱接下来就来看看 这个外汇市场 它这些主要的玩家 都是这么玩的 这个是Your Money统计的 2022年全球外汇市场交易量最大的玩家 你看什么德意志银行 摩根大通 瑞银 是吧 这前十名不是投行 就是全商 他们无一例外 都属于咱们要说外汇市场的 第一大类玩家 就是中间商 关于点说 也叫做市商 就是给市场去提供流动性的 你看咱看平时那种 什么华尔街电影里头的交易员 叱咋风云 疯狂买卖 说到底就是这些做市商 说到这儿 咱就要引出外汇市场 它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 借用一个区块链 特别爱用的词 就是它是 不知道你有没有好奇过 这个外汇市场 它到底是在哪集中交易的 是纽交所吗 还是各大银行 还是各大机场 是吧 它其实没有一个集中交易的场所 就是你任何地方 anywhere都可以交易 你看一般股票 它是有一个集中的交易场所的 比如说我小脸奶茶店 在纳斯达克挂盘上市 那之后 你想买小脸奶茶店的股票 不管你经过什么券商 最后都要在纳斯达克交易 就不能说 你单独发短信问 我说小脸你能不能卖点股票给我 我说行 然后咱俩私底下成交 这是不行的 除非一些极特殊的情况 你根本绕不开这个纳斯达克 但外汇就不一样了 它没有一个绝对权威的那种中央机构 不管是你私底下给我100美元 我给你700人民币 或者是你去银行换外汇 你去机场换外汇 银行之间才有外汇交易 或者央行跟银行外汇交易 这些都是可以进行的 广义上来说 咱们刚才说的这些 它都是一个小型的外汇交易 你有没有觉得 这就有点像一个二手车市场 就是私底下谁都可以交易 不需要认证 当然为了方便大家交易 市场上就会自发的形成一些 那种二手车的交易平台 外汇也一样 它里边也会形成这种 所谓的二手交易平台 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 这些做市商 就是各大投行 各大券商 整个经济体里边 几乎所有的玩家 不管你是苹果 微软 腾讯这些公司 或者是各大央行 他们一般也不会直接参与到 全球外汇市场的交易 都是去找一个中间商 这种大投行 比如说他找摩根大通 说我这有1000万的 黎巴嫩棒 我想换成美元 摩根大通 夸给你报个价 说你这就值100美元 成交我这就换完了 然后像摩根大通 这种十几二十个 最大的中间商 它是有极大的资产负债表 和风险管控能力 他们之间再会去交易对冲 就形成了一个人数不多 但是体量巨大的 外汇交易市场 所以他们的交易量 才会这么大 现在全球最主要的 外汇交易中心是伦敦 然后是美国 新加坡 香港 也正是因为外汇市场 它这个去中心化的特点 它的好处就是非常自由 想交易多少交易多少 一周五个工作日 24小时 它是连轴交易的 几乎没有什么限制 你看股市还有什么 修市 闭市 涨跌停 停牌 甚至自己熔断 但外汇市场就没有 就算天王老子来了 它也继续交易 就算它跌成什么熊样 也没有人能喊它 同时去中心化 也意味着外汇市场 它另外一个重要的特点 就是它的监管相对比较松 比如说你要有什么 小道消息啊 可以影响市场啊 那你就相对比较自由了 你想 索罗斯它为什么选择外汇市场 作为它攻击的主战场 一方面 这市场却是足够大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监管比较松 你想你要是去攻击 一个过大的 比如股市 债市 但也给人的政府逼急了 直接给股市就关了 对吧 或者立马出台一个什么政策 禁止你交易 但外汇市场就不一样了 你可以骂我 但是你管不了我 刚才这个索罗斯 它还属于合法合规的 不过有一些就不一定了 你想这么大外汇市场的交易量 集中到了这么几个做事商 他们的交易量 就占到了全球外汇市场 超过三分之一 所以这里边是 非常容易藏无打购 你比如说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在14年的时候 有一笔震动华尔街的巨大罚单 10个Billion 100亿美元 罚的就是华尔街这帮外汇交易 咱来看看他们是怎么干的 其实非常的简单粗暴 这些投行的外汇交易员之间 他们会有一些群聊 可能在Bloomberg上 也可能就是在手机里 注意是不同投行之间的交易员 而且我跟你说 他们这些群聊的名字 齐得真的是非常的猖狂 比如说The Mafia 黑手党 The Bandits Club 土匪俱乐部 还有卡特尔什么的 就你一听就感觉不是好人 而他们要操控和影响的 是外汇市场一个非常重要的价格 叫做定盘价 Fixing 就是每天伦敦下午4点的时候 他前后一分钟 这个交易量算出来一个均价 有点像股票市场里 那个收盘价 全球大量的交易 大量的衍生品定价 都会依照这个Fixing的价格 所以它其实非常重要 那这些投行交易员呢 每天就在他们那个 黑手党里边群聊了 就说 咱们今天一起来 抬高欧元的价格 于是到伦敦时间 下午4点左右的时候 他们就会指单边的执行 客户买欧元的这种订单 一起来抬高欧元价格 就是这么操纵 就是这么简单粗暴 注意哈 这个事不是说 就发生了那么一次两次 是个别案例 他们整整这么干了7年 愣是没人发现 甚至到后来 他们自己可能都习惯了 觉得这市场就该是他们的 这才有了最后100亿美元 这么一个实施级的罚单 总共被罚的 一共有7家投行 被罚的最惨的是 巴克莱 花旗和摩根达通 也是在这之后 交易层对交易员 有了非常严格的管控 你看交易层 是不让用私人手机的 工作对话 也都会被严格的监控 你要是在这个 比如说Bloomberg上 说那么哪怕一点敏感的东西 第二天公司合规部门 所以现在不敢说完全杜绝吧 但应该是好多了 通过这个例子 你能看出来 这些做事商 它的交易量有多大 第二呢 整个这个外汇市场 其实是非常不透明的 但插一嘴 其实咱们看刚才 那个外汇市场 最大参与者的榜单里 除了这些大投行 有两个名字 是不是特别的格格不入 就是这个XTX Markets 和Jump Trading 你说不知道 你不知道就对了 他俩其实从人数上来看 是非常小的公司 这个XTX Markets 才200来人 Jump Trading的也不到1000人 你敢想象吗 就这么不到1000人的小团队 能承载全球外汇市场 10%的交易量 那就是每天 接近万亿美元 这俩虽然也属于中间商 但他们其实 跟那些投行不太一样 他们属于高频交易公司 就是那种完全依靠算法 在市场之间 去找那种豪厘的套利空间 买卖买卖 来给市场提供流动性 他们是几乎没有什么 头寸啊持仓的 每一笔交易 可能就赚那么 0.0000001 但耐不住人量大 对吧 所以他每年的净利润 也能超过10亿美元 你看还成了全球 前十大的外汇交易商 当然这可完全不简单 他对这个算法 网速硬件等等的要求 都是非常非常高的 咱有机会 可以再聊聊这个高频交易 好 除了做市商 其实外汇市场 最经典的玩家 就是一些大公司 它涉及到跨境支付的需求 比如说小林 咱又有个跨境的生意 这回不是奶茶店了 因为咱的奶茶 都是每天当地的鲜奶 它不需要跨境贸易 这回咱比如说卖手机 小林手机在美国热销 假设我的供应链 总部我设在中国 那我给上游的供应商解算 我给的员工发工资 其实发的都是人民币 但是呢 我这手机卖到美国 我收的是美元 这怎么办 其实很简单 我只要把赚来的美元 换成人民币就行 哎 可事情还没完哈 要这么简单 咱不用举这个例子 对吧 现在呢 我要引入一个新的维度 就是时间 你想哈 我生产一部手机 从我开始采买 加工 组装 到最后在美国卖出去 可能大概要半年的时间 也就是说 我现在花人民币造手机 得半年以后 这个美元的收益才能实现 而这个手机 拿美元标价卖出去 它价格是固定的 万一这半年当中 美元暴跌 就算我的货全卖出去了 可能要大亏 这对我来说 其实是一个 非常大的汇率风险 那这时候我可以怎么办呢 刚刚要造手机的时候 我就可以找一个投行 比如说我找摩根达通 我就告诉他说 我预期卖手机 能卖一亿美元 我想把它换成人民币 不过不是现在换 而是半年之后 摩根达通说 没问题 他就根据各种市场的利率 报价告诉我说 半年之后的汇率 是一美元 对7.35人民币 我俩成交 那在这半年的时间里 不管这个外汇市场 怎么波动 最后我跟摩根达通的汇率 就是7.35 他所死 6月以后 我给他一亿美元 他给我7.35亿人民币 你看这个例子里头 其实我跟摩根达通 签了一个半年期的 外汇远期合约 Foreign Exchange Forward Contract 通过这个远期合约 我站到现在 就可以对冲掉 问来任意一个时间点的 外汇风险 当然我说这个半年 卖手机就是个简化板 你想我要真的做手机 那得有多少个零配件 对吧 比如说我提前一年 要找新加坡买芯片 提前9个月 要找印度买钢板 那我可能就得找摩根达通 签一个一年期的 新币兑人民币的远期合约 再签一个9个月的 印度卢比对人民币的远期合约 而且这手机也不可能 就半年买一次 我跟供应商之间 付款也有周期 总之它这个供应链 外汇就在不停地 快速运转 整个供应链 都是在持续不断动态变化 所以你可以想象 对于像苹果啊 微软啊 小林手机啊 这种有大量 跨境交易的公司 或者一些外贸公司来讲 它其实每天都会有 海量的各种货币的 这种交易进进出出 它要做的呢 就是尽可能地预估到 未来的现金流 然后尽可能地去对冲掉 这部分风险 当然实际情况是 它也不可能精确预测到 每天的现金流 精确对冲掉 所有的风险 但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其实很多公司 它的财务报表里边 它就会把这些外汇对冲 或者是外汇风险带来的 P&L给你展示出来 比如说我随便翻了两个公司 苹果和谷歌 你看2022年 苹果在外汇上 亏了15亿美元 谷歌亏了18亿美元 可是啊 它们都做了外汇的风险对冲 你看苹果 它在金融衍生品上 赚了21亿美元 谷歌赚了20亿美元 当然它这些衍生品 不光是对冲汇率风险 但是大差不差 其实是互相抵消掉的 我再延伸一点 你知道为什么在2022年 它俩在外汇这块 都亏这么惨吗 当然我不知道具体的现金流 只是我可以大胆地猜测一下 你就直观想 这些公司 不是跨国公司吗 满世界卖东西 它们收进来的 就是欧元 日元 人民币 这些钱呢 最后是要换成美元 在报表里体现 而你就看2022年 这美元走势 好家伙一路飙升 这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说换成美元的收益 其实是减少了 这就带来了外汇的亏损 所以你也看到了 外汇对冲的重要性 对吧 你看咱这例子就多好 臭不要脸 咱们刚刚说的 这种实体经济的 它其实还属于那种 比较传统 比较经典的外汇需求 这就是个开胃菜 实际上玩的更野的 体量更大的 还得是资本市场 这里边其实有一个 产品就是债 在资本市场的玩法里 这个外汇市场 其实是非常紧密的 跟各国的债 各国的利率结合起来 例子来了 你比如说小林奶茶店 咱们主要是 在中国大陆经营的 就是花人民币赚人民币 可是呢 有很多海外投资人 对我都很感兴趣 他们又有钱 对吧 这时候我其实是可以 去发美元债借美元的 比如说我就可以发 1亿美元 5年期偿还的债券 利率5% 但这样一来 我面临的情况是什么呢 虽然融的这个钱我拿到了 但在未来的5年里边 每年我都得付5%的美元利息 到期还得还这个美元稳金 这个汇率风险 对我来讲是太大了 对吧 我总不能每次快到期 要付美元的时候 就现换美元 所以一个普遍的做法是什么呢 就是我可以去找一个投行 比如摩根大通 我给他进行一个 cross currency swap 叫做货币利率互换交易 大致的意思就是 我把我之后要还的钱 跟摩根大通 全都换成人民币 就比如我们协商好了 这5年里边摩根大通 每年都会给我5%的美元利息 同时到5年到期的时候 他来给我1亿美元 反过来呢 我需要付给摩根大通 这个人民币的利息 到期给他人民币的本金 这样一来呢 我虽然借的是美元债 但经过跟摩根大通的 这么一个互换协议 实际上相当于 我借了个人民币的债 就规避掉了汇率的风险 这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 基于借债的货币利率互换协议 这是借债啊 那反过来基于投资也可以 比如说我手上有美元 但是我想投印度的债券 可是印度卢比的外汇风险 我不想承担 那我就可以找摩根大通 去进行一个互换 就相当于我把这些卢比的 现金流全都换成美元的现金流 互换真的是金融市场里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衍生片 其实不光有外汇的互换 利率的互换就更是一个庞大的市场 它的重要性甚至可以说 已经超过果债了 但是我这就把它翻译成互换了 我觉得听起来可能更直观一点 更好懂一点 不然我要在这掉漆掉漆掉漆 我各位大家就晕了 这个互换的具体细节 大家不用太在意 因为它里边的变量 真的是非常非常多 比如说中间这个利率是多少啊 是浮动的还是固定的 包括频率啊等等 全都可以自定义 而且我跟你说 就这种外汇的互换协议 从量化定价角度来讲 是非常复杂的 我当时在摩根大通工作的时候 跟外汇组的小伙伴也有交流 所以我大概是知道 这个玩意有多变态 对它是充满了敬畏之心的 你别看它好像形式上 就是打打换个钱 听着挺简单的 但实际上你要考虑 比如说人民币换美元 你要考虑人民币的利率曲线 美元的利率曲线 你还得考虑人民币 跟美元之间不同期限 它有一个额外的互换利差 就是swap spread 同时你还得考虑 对方的信用风险 自己的融资成本 总之就是非常复杂 好你看啊 不管是对于一个公司的实际业务 还是资本运作来讲 它为什么要做 这么大量的外汇交易 因为不光有现会 它还包括未来 你可能要收到的钱 未来你可能要花出去的钱 虽然这部分现金流还没有发生 但它同样有外汇的风险 而且这部分的风险可能更大 这才是外汇市场的主要阵地 你如果仔细看 每天外汇市场上 那7.5万亿的交易量 这里边现会 其实只有2.1万亿 剩下绝大多数 都是针对未来汇率的交易 光互换协议就占了一半 你看咱聊了半天 什么互换啊 远期合约啊 其实不知不觉中啊 你对汇率的理解 已经上升到了一个新的维度 来 正走神的同学们 敲黑板了 重点来了 咱们来拓展总结一下 你对汇率的理解 一个国家中 货币其实就是衡量 当下所有商品的标识 而利率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 这个货币体系当中 未来标识和现在转换的关系 比如说利率3% 一年以后的103 其实就等价于现在的100 当然这纯理论 这样一来 当下的货币标识 再结合利率曲线 它就可以衡量这个国家当中 任意一个时刻的价格 任意一个时刻的商品 这个一维的标识 就会被延展成一个 二维的坐标平面 多的这个维度 就是时间 而每一个拥有 独立货币体系的国家 都有自己的这么一套 坐标平面 比如说美国 它什么都有美元衡量 有自己的一套利率曲线 中国大陆呢 就什么都人民币衡量 它有它自己的利率曲线 汇率呢 就是不同国家 这个坐标平面之间的一个对应关系 它不光是现在这个时间点汇率的转换 也包括未来任意一个时间点的汇率转换 其实有点像数学里头那种坐标变换 所以说外汇 它跟利率跟时间 是永远绑在一起分不开的 好 咱接着聊外汇市场的主要玩家 下一个肯定就是 所有人都不会忽视的 甚至可能很多人认为 它就是外汇市场的主宰者 那就是各国的央行和政府 央行呢 显然跟咱们刚刚说之前那些玩家 就完全不一样了 因为它手上有一些特权 它可以控制自己本币的流通速度 跟流通量 不过它也只能控制 自己这个货币的这些属性 但外汇呢 它是两个货币之间的一个比例 所以央行 它就是手上有一些特权的一个玩家 但它还是个玩家 它不是装甲 更不是裁判 央行直接调控汇率的方式 我总结有这么三打类 第一呢 就是外汇管制 就是限制资本流动 汇率挂钩这种 但这是一个巨大的话题 我们之后再聊 第二招呢 就是通过直接买卖货币调控 比如说我希望本币升值 那我就买它呗 对吧 我就卖掉一些外汇储备 买本币 反过来我要是希望本币贬值呢 那我就卖它呗 对吧 我要么是直接卖掉本币的储备 要么可以印一些钱卖掉 换成外币再放到我的储备里 这个其实也比较直观 各个央行都在不停地进行类似的操作 而它还有第三招 就是签订互换协议 你是不是想说 烦死了怎么又来这个互换协议 不好意思啊 确实哪都有它 那央行搞这个互换协议 跟咱们刚刚说 之前那些参与者和投行之间 有什么本质区别吗 你想央行它能印钱呀 那两个能印钱的央行 各一块建一个货币互换协议 其实你可以把它简单地理解成 这两边相互借钱 就是你给我你的钱 我就可以用你的钱买你的东西 我给你我的钱 你就可以用我的钱买我的东西 到期了以后呢 我还给你你的钱 你还给我我的钱 绕明白了吗 咱再来一遍哈 你给我 发死了 你看哈 俩央行这么一搞 其实它相当于 完全独立于那个繁杂的外汇市场 它又没有信用风险 又不会扰乱现有的市场 所以两国之间呢 它如果想要促进贸易呀 或者促进自己的货币 在国际贸易当中的使用 当然很多情况下 是为了绕开美元 它都会签这么个互换协议 你比如说中国央行 就很喜欢和各国家 签这种互换协议 去年跟沙特央行 签了一个500亿人民币 三年的互换协议 跟阿联酋签过一个 350亿五年的协议 跟阿根廷续签了一个 1300亿元三年的互换协议 当然跟阿根廷这个 可能更多不是为了去美元化 就是为了想帮阿根廷 去还IMF的钱 这个阿根廷挺乱的 我们有机会再说吧 现在中国人民银行 最外总共有超过 4万亿的互换协议 当然签了这个互换 它只是一个互换的上限 不是说我签了4万亿 我就一定得交易4万亿 也正是因为外汇市场 尤其是这个外汇互换市场 它非常不透明 所以这里头 其实就比较容易玩IM的 即使是央行也不例外 比如说希腊 2000年初的时候 它非常想挤进欧元区 可是这个欧元区 它有一个叫 马斯特里赫特的协定 其中有一个要求 就是说政府的债务 和GDP的比例 不能超过60% 那希腊这点根本做不到 所以它是怎么干的呢 咱之前其实说过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希腊 它恰好认识华尔街的 一个诡计之神 高盛 就说我有办法 你只需要跟我签订一个 货币利率互换协议 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 把这个债务 从你的资产负债表里藏起来 你看我聪不聪明 然后希腊真的就用这么个阴招 把它28亿的债务给藏起来 高盛从这里边赚了6亿欧元 而两年之后 希腊这28亿欧元的债务 已经滚雪球滚到51亿了 那高盛 当然早就知道希腊是什么货色了 早早就在这个金融市场里 把这些风险都给对冲掉了 我说这个例子 毕竟那28亿的债务 在希腊上千亿的债务里头 就是冰山一角 你可千万别以为是 高盛扳倒了希腊政府 那不是 他撑死了就是个趁火大劫的 而且当时欧洲 确实有很多国家的政府 都在利用这种金融衍生品 去隐藏债务 比如说摩根大通 就也这么帮意大利干过 其实全球有大量的政府公司 他们的债务 就是通过这个货币互换协议 从资产负债表里消失的 这里大部分是非常短期的 就到期我就签一个新的 这么一直滚 国际清算银行就估算 全球有80万亿美元的债务 就被这么藏起来 甚至已经超过了这些公司 在资产负债表里的债 当然我说这个债被藏起来 藏这个词用的 可能不是特别恰当 因为有些时候 这些公司 它不一定是自己主观上 不想被人发现 只是说确实有80万亿的债务 没有体现在资产负债表上 这本质上呢 可能是金融衍生品 发展太快了 但是记账的规则没跟上 就很容易让大家去低估 一个公司的债务水平 总之你看啊 央行它在外汇市场上 也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管理者 他被逼急了 也不得不跟华尔街 一起搞一些小动作 最后一类外汇市场的 主要参与者 就是投机者 就是那些追求短期内 通过买卖交易 快速获利的人 你想这个在任何市场都存在 何况又是如此自由 监管如此宽松的外汇市场 对吧 这主要呢 就是一些对冲基金 和个人投资者 首先啊 就是通过那种 比较纯粹的技术分析的 就比如说 我就直接看看价格走势图 什么KDJ呀 MACD呀 这有个金叉 那我就进行交易 这种技术分析 它在外汇市场里 还是挺受欢迎的 因为第一呢 这个外汇市场流动性很好 所以交易成本就比较低 而且监管比较松 交易时间还长 可以24小时交易 这类啊 真的是什么牛鬼蛇神都有 因为它的准入门槛 确实比较低 你看货币市场 对吧 那么复杂 那么多影响因素 但技术分析 我可以这些因素全都不管 我就会看图就行 所以谁都可以来试试 不过大家要小心啊 就有人要是 忽悠你说 外汇市场上赚钱的 你可千万要谨慎 我觉得你甚至可以问问他 你懂什么叫 货币利率互换协议吗 不过我们刚刚说这些啊 其实都 大多数是小打小闹 你要真的想在外汇市场赚钱 其实主要还是那些机构 比如说像索罗斯这种 去进行资本进攻的 或者就是咱们刚刚说的第一类 像是投行啊 高频交易中的做事商 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用户订单 一些信息差 去做一些套利交易 而参与到外汇交易的 大部分投机者 其实外汇只是 他们整个交易当中的 其中一环 就是他们不是专门 在外汇上去投机的 比如说一个日本的投资人 他想去套利 投资美元债券 那他呢 就得先进行个美元的互换 对吧 所以这块也算在这个 外汇投机者的交易里边 你比如说9697年的时候 那时候盛级一时的对冲几金 LTCM 里边全是诺奖获得者 都是最顶尖的 数学物理量化天才 他们当时就是很多策略 都号称稳赚不赔 一个对冲基金的融资成本 竟然比投行还低 当时他们其中一个策略是什么 就是做多俄罗斯的国债 当然他不是纯多头 他这边可能还做空一些 美国国债什么 就这么个策略 这个策略呢 同时就伴随了 大量的俄罗斯卢布的 多头头寸 这其实风险本来不算很大 因为俄罗斯卢布 它是跟美元挂钩的 就是它要保持在1美元等于5.3到7.1 卢布这个区间波动 而当时到98年初的时候 那时候俄罗斯已经深陷外债危机了 它外债的利率已经飙到了超过100% 但LTCM它的模型是根据历史数据算的 他就还建议说继续持有 还没问题 可谁知道俄罗斯在8月份就绷不住了 而且他选择直接躺平 就内债外债一起违约 本来你可能印钱就能还上的内债 他也选择违约了 那我们说回外汇 卢布这边俄罗斯政府本来先是说 我可以让他贬值一点 还是跟美元挂钩 但是降到1美元对6.0到9.5 卢布这个区间 但两个星期之后就完全失控了 根本绷不住 宣布跟美元脱钩 直接飙到了1美元对22卢布 一个月里边 汇率跌成了原来的三分之一 这也直接导致了全球金融市场的恐怖 史上最成功的对冲基金 就这么灰飞烟灭了 不得不逼的美联储都出来 拉着14家投行 注资36亿美金 就是为了能让他安安静静地走 被把整个金融市场都拖下水 这个LTCM咱之前完完整整地聊过一期 它的倒下 你肯定不能说全赖卢布 对吧 这就是一个直接的导火索 根本原因还是在人 人性 感兴趣小伙伴可以回去考考古 好 咱们这期主要是从比较微观的层面 来聊聊外汇 它大概是怎么回事 主要有哪些参与者 都是怎么玩的 顺便也举了100多个例子 我觉得还挺不错的 但显然咱还没聊完 这一口气肯定聊不完 对吧 了解了这些外汇的基础知识 咱下一期 第二口气 咱这个高度就可以拔高一点 咱就站在宏观的角度再看一看 外汇它是怎么影响国家经济的 有哪些因素决定了外汇的价格 为什么那么多国家选择跟美元 跟欧元去挂钩 各国央行又是依据什么 去调控外汇的等等 是不是很期待啊 让我先歇一会儿 咱们下期接着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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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